大家好 我是孫韻喜 今天跟大家講講三分鐘視頻 今天點題四個字 誰來接力 講講講港股情況 今天港股走勢是約約底 早段跌過百多點 不過其後跌幅慢慢收窄 最後全日跌得不多 跌35點 收25335成交縮780億 早段跌一來受到國泰股份拖累 起碼對氣氛不太有利 最後全日跌1.9% 加上瑞昇繼續弱勢 跌2%多 另一個市場向下的原因 不過好在內地電力股 包括華潤電力做好 頂住石油股 亦承住油價 最近賺點 再彈一彈 頂回市場向下的跌幅 不至於擴大反而有些受責 講回後市 後市點題四個字 適合 就是垂來接力 為何這樣說呢 因為無論在個別股份 板塊 以至指數都出現有些頭頭氣的跡象 要急需另一類股份 板塊的指數 頂住 令市不至於繼續調整 分兩方面講港股內 港股外 先講港股外 港股外 首先要看微股 看到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 單體指數不至於太差 仍高位徘徊 但對比其他指數 有可能透透氣的憂慮 首先對納子 納子最近一直在創新高 但道瓊指數 故事叫做 道瓊指數就跟不上 與納子有少許貝池 這是第一個要注意 第二個要注意 道瓊指數除與納子貝池之外 與道交指數都有貝池情況 因為根據美國的記者分析大師說 道瓊和道瓊指數 道瓊指數應該走勢配合 才能確認到道瓊指數的升勢 現在偏偏道瓊指數 或道瓊斯交通指數 升勢與道瓊指數配合不到 道瓊指數明顯低於三月份的高位 根據道瓊理論 這是調整的跡象 所以阿堅指數估計 美股可能要跌15至20% 這個固執令大家要小心 另外大摩的升勢市場指數 亦是升近一個重要的阻力 好像都有頭皮的跡象 阻力是甚麼 第一就是2011年引申而出下降軌 已經升近了 第二升近2014年 2015年的高位阻力 第三個大摩的升勢市場指數 已經相對強的指數 即是RSI 已經去到74的水平 去到超賣 這三個情況 都預示大摩的升勢市場指數 是有機會回到 所以急需外圍另一個指數 升一升 頂著它接力 這是第一個接力 廣告內亦出現這種情況 這些強勢的股份和板塊 好像都有偷偷氣的跡象 以另一類股份頂著 其實港股這段時間一直是輪流炒的 太小了 一路豪島和科技輪流炒下去 到上星期已經炒到很落後的股份 包括內銀內險 頂著 到今天內銀內險都會 那要到電力股頂著 剛才提起過 而且重組概念的電力股頂著 加上是受油價回積支持的石油股 還是很落後股份 都堂點著 所以輪流炒後即上 顯示已經涨得逃眉 頂著股運'' 頂住才行 所以亦有瑞萊接力的問題 究竟誰是接力 港股一方面就是騰訊 看看是否會成為接力的動力 畢竟騰訊明天公佈業績 大家對業績都衝擊比較強 只不過從科技股的態勢來說 好像有些難度或者有些暗勇 畢竟見到瑞昇走勢極之弱 好像科技股累積升風已經太大 好像有回吐壓力 所以騰訊能否接力 是一個疑問 騰訊未必能接力 中移動會否成為接力的對象 因為中移動有國企 入國企指導成一份股的憧憬 今日向好逆市上升 會否是中移動 以至更加落口的石油股 今日已經彈了一點 會否進一步彈來接力 這就是港股內的接力 至於港股外會否上證指數是接力 頂著美股的情況 上證指數是從上250天線 第二天站在下降軌之上 走勢好一點 會否接力 大家拭目以待 明天的市場升降軌 看看剛才兩大類股份 港股內、港股外能否接力 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